洪吉拉是卜达施里 大德十一年1307十月生于显赫的家庭 他的父亲是鲁王马阿布拉 母亲是顺宗的女儿 鲁国大长公主桑格拉吉 地位之争 泰定元年1324年 卜达施里已经长到十七八岁 不仅风姿错约 美貌非凡 而且举止得体 公于心计 显得比较成熟 这年九月泰定帝也孙铁木尔 将出居海南的五宗次子图铁木尔 召还经师 十月封图铁木尔为怀王 根据皇上旨意 卜达施里驾驭怀王 成为王妃 泰定皇帝对于五宗皇帝的后代很不放心 生怕他们起来夺取地位 便命图铁木尔出居健康 经江苏南京 治和元年1328年3月 泰定帝病况日益严重 又免后患又将图铁木尔迁居降临 京湖北省降临 怀王虽居外地 但一直密切注视着宫廷内事态的发展 时刻准备北上大都夺取地位 而卜达施里作为王妃 始终相随 与图铁木尔同甘苦 共患难 相互未免 深得图铁木尔的信任与宠爱 治和元年1328年7月 泰定帝死于上都 京内蒙古正兰奇 在五宗旧臣 河南行省平章正式博言的支持下 图铁木尔于8月平安抵达大都经北京 入居大内 与此同时 在上都的道拉沙和梁王王产等人 也拥立太定帝皇太子阿拉吉巴为帝 并加紧进攻大都 争夺地位由宫廷政变发展到武装冲突 9月 烟铁木尔率诸王 大臣请图铁木尔早日即位 以安天下 图铁木尔因掌兄周王和士拉上在漠北 不敢贸然接受 老谋深算的烟铁木尔非常严肃地对他说 人心向北之机 肩不容发 疑惑失之 是其不羁图铁木尔心中早想即位 只是碍于掌兄和士拉的存在 听烟铁木尔这么一说 自然正中下坏 于是 在续情假意地表白了一番固让之心后 于9月13日 集皇帝位于大都大明殿 此籍文宗皇帝 不久 利普达施力为皇后 面对倒拉沙的进攻 文宗令烟铁木尔与其弟撤蹲 儿子唐骑士等人 率军迎战 他们旅拜上都兵 最后将上都兵全面击溃 倒拉沙等经过两个多月的武装较量后 于10月14日彻底认输 凤皇帝遇袭投降 文宗将他投入监狱 11月 倒拉沙 王缠及其党羽被处死 公开武装反抗势力 倒拉沙集团被消灭之后 文宗争夺地位道路上的唯一障碍 便是自己的长兄周王和士拉 要当皇帝 先得要让皇位 天立元年 公元1328年11月 文宗前使奉迎和士拉于墨北 天立二年 公元1329年 正月 文宗又数次前使迎和士拉 和士拉为人宽厚 永而寡谋 见弟弟再三前使相迎 以为弟弟成心相让 遂于荡月及皇帝 位于河宁之北 经蒙古人民共和国库伦西南 视为民宗 民宗接受皇帝答应后 依据前朝就立 立帝图铁木尔为皇太子 但没几个月 民宗急暴崩 这分明是一场阴谋 8月15 图铁木尔再及皇帝 位于上都 历经多少风风雨雨之后 随着文宗地位的巩固 补达势力的皇后地位 也最终确立下来 害死民宗皇后 至顺元年1330年 民宗皇后八步沙 自末北反大兜 文宗未遮人耳目 将其迎居宫中 命宫己超万定 步驳二千匹 并封民宗嫡子 一级至班为龟王 一级至班年仅五岁 系八步沙所生 八步沙作为民宗遗孀 寄居皇宫 虽然靠着文宗的供奉 过着较为优越的生活 但一想起民宗被害 时时暗自垂泪 心中经不住悲愤交加 不时流露出不满情绪 文宗虽略有所闻 良他也不会有什么作为 虽不加理会 可是皇后补达失礼 却不以为然 所以 与八步沙同处宫中 表面上好像很融洽 但心中不无芥蒂 天长日久 彼此相见 免不得冷嘲热访 恶语相攻 恰在这时 一位深受 补达失礼皇后 宠幸的太监拜祝 一位冒犯了八步沙 被八步沙痛骂一顿 八步沙在圣怒之余 不知不觉 竟将文宗和烟铁木耳 暗算民宗的事情 也一起抖了出来 拜祝平日仗着 补达失礼皇后的威势 从未受过这般冤起 埃勒骂便急匆匆跑到中宫 添油加醋地 将八步沙所言转述了一遍 补达失礼文厅 咬牙切齿地说道 贱妇竟敢指桑骂怀 污蔑当朝皇上 我与他势不两立 非让他死在我手里不可 拜祝眼睛一转 记上心来 他开导皇后说 这好办 可以从太子入手 皇子虽然年幼 但将来总是储君 现在凌王已立 住在宫中 必然从旁窥似太子之位 倘若皇上舍子立直 那对您和皇子可是不利 咱们一不做二不休 不如禀明皇上 就说八步沙前节内外 牟利燕王为太子 补达失礼听后连连摇头 说不妥不妥 皇上曾有立直的意思 这样一来更提醒了他 倘若弄假成真 岂不聪明反辈聪明误 拜祝臣寺半天 狠狠地说 我们不妨采取激将法 就说八步沙对燕铁木耳 与皇上合谋暗算民宗深信不疑 将图谋不轨 皇上定会龙威大怒 下决心斩草出根 听到这里 补达失礼方点头称赞 等文宗入宫 补达失礼便一层一层地细细说来 文宗虽然非常生气 但不肯马上就下毒手 经补达失礼晚劝硬逼 文宗终于说了真话 凡事不要做得过甚 我已经为烟铁木耳所获 做了不仁不义的事 现在再要对明宗皇后下手 不是有点太过了吗 退一步讲 即使要除掉八不杀 我也不便班兆赐死第二天 补达失礼照来拜祝 先将文宗的话附述一遍 问他该怎么办 狠毒的拜祝一听 立即高兴地说 皇后啊 皇上并没说不同意 只说了要除掉八不杀皇后 我也不便班兆赐死 依奴才看 此事只好由皇后做主 请皇后传一秘旨 宣称皇上有命 赐他自尽补达失礼即刻拟写秘纸 宿命败助携带秘纸 毒酒 前去谋害八不杀 可怜年轻的八不杀叫天天不应 较地地不灵 饮下毒酒 含恨而死 立储之争 此时 补达失礼皇后已生有三子 长子阿拉特纳达拉 次子古纳达拉 后改名念帖古斯 三子太平纳 至顺元年1330年3月 召封阿拉特纳达拉为燕王 补达失礼心中盘算 由王一级至斑和妥权天木尔上楚宫中 对于确立己子阿拉特纳达拉的太子地位来说 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于是 补达失礼虽将矛头指向了民宗两个年幼的儿子 他经常向文宗臣说 获福利害关系 文宗觉得两人年幼体弱 不宜遣发外地 答应从缓商量 补达失礼其肯就此罢首 他说 妥聚天木尔生母麦莱迪 出身低下 入王府又谨为师妾 鉴于嫡数名分 皇上已经立了一己值班为阵王 可是 妥聚天木尔毕竟年长 如果几年之后 向皇上提出要求封王 甚至以民宗长子身份 基于皇太子之位 恐怕会带来很多后患 不如现在趁其年幼 原浅边地 以名嫡数之分 文宗本是一位 受汉族儒家正统思想 影响叫声的皇帝 经补达失礼一说 觉得十分有礼 便立即下令将年仅十岁的 妥聚天木尔逐出宫 流放于高丽 经朝鲜 一海岛中 不准与外人接触 妥聚天木尔被流放之后 只剩下幼小的那王一级值班 孤苦一人 非常可怜 补达失礼皇后 为消除后患 也想将她流放外地 幸亏文宗 还有点恨意之心 觉得一级值班 实在是太小 始终没有同意 遣发外地 这年八月 御使台臣 请立燕王为皇太子 文宗表示推辞 皇子年龄还小 待以后再一把 科普达势力 策立皇太子心切 暗中召见诸王 大臣 怂恿他们继续请求 肃立皇太子 自己也趁机 劝文宗 尽快接受大家建议 以满足大家意愿 至此 文宗顺水推舟 乃先令太保博言 寄告宗庙 然后立燕王阿拉特纳达拉 为皇太子 普达势力终于实现了 牟利己子为储君的目的 舍子立旨 至孙二年 1331年 正月 刚被立为皇太子的燕王 因病而死 文宗及普达势力皇后 双双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恰在此时 次子古纳达拉也染病卧床 文宗及普达势力皇后 犹如雪上加霜 忧心如焚 魏阳除灾疫 文宗下令西藩僧为皇子古纳达拉做佛事一年 同年九月 文宗又将诸王阿鲁魂撒里的住宅 买下命大臣燕铁木尔 侍奉古纳达拉居住 在燕铁木尔等人的精心护理下 古纳达拉病情逐渐好转 文宗及普达势力稍感宽慰 皇子古纳达拉病育不久 文宗由于悲伤过度 终于病倒了 文宗料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追忆夺取地位往事 感到十分愧疚 本想传位于阿拉特纳达拉 又不幸早邀 其余良子又弱 也不堪国家大任 为了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好的名声 文宗决意舍子立旨 使地位复归正统 主义既定 遂照皇后补达势力进前 主义后事 补达势力听后 愣了一愣 流着眼泪说道 皇之登基 皇子可怎么办 文宗勉强笑了笑 说 常言说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我靠权谋夺得地位 再为五年来 肃心业媚 不辞辛劳 取得了一些文治武功 但是 朝廷内外 是不会忘记 民宗大统的 目前 若要逆众议 强力皇子 燕贴古斯为帝 后果会不堪设想 看来 欲想天下太平 还须立兄长之子 补达势力 微微而退 另进是密教太师 又呈向烟铁木而商议 但因烟铁木而 每日与妻妾寻欢作乐 荒淫过渡 也以抱病卧床 乃改召太保博言入宫 补达施里 将方才文宗 关于雍丽纳王的旨意 述说一遍 博言道 皇子年龄 与治王差不多 何必别立皇旨 文宗听后说道 正义已定 太师年迈体弱 将来的国事 还要靠亲做主 亲和皇后等 要勉力行善 结成一代治王 莫要辜负朕义博言深感皇上 治愈之恩 眼中含泪 连声答应 一定不负顾命 至顺三年 1332年 八月 文宗崩 年仅29岁 文宗驾崩 烟铁木儿勉强起床 亮亮呛呛来到宫中 见捕达施里等 正在放声痛哭 烟铁木儿忙走上前 先劝慰了几句 然后果断地说 皇上驾崩 应由皇子四位 请皇后立即颁布遗诏 捕达施里止住痛哭 回答道 皇上已有遗嘱 命治王继承大统 烟铁木儿听后 大为惊讶 师生教导 传为游王 臣不敢遵命 捕达施里 慌忙劝说 此时不便改议 太保博言曾与先皇面议 太师可去问明 烟铁木儿不便再问 忙退出宫 直奔博言处 听博言将文宗临终一节说完 一个劲地摇头叹息 那王一级之般 年仅七岁 不能轻政 由烟铁木儿召集诸王 大臣宣布文宗遗诏 十月四日 烟铁木儿 薄言奉义及之般 及地位于大明殿 视为宁宗 即位之后 立即下召尊皇后 补达施里为皇太后 太后于兴圣殿 接受朝贺 遂临朝听政 宁宗仅做了四十三天皇帝 便因病而死 烟铁木儿当初主谋 害死民宗 总觉得如果立了民宗之子 将来定遭报复无疑 眼下天赐良机 遂与群臣屹立文宗次子 燕帖古斯 烟铁木儿急忙入宫 叶剑太后 提起极为问题 补达施里面对几个月来 地位的变故 感慨万千 烟铁木儿说 过去之事 替他亦无补于事 国家不可一日无君 就当及时确立新君 一臣之见 因立皇帝 燕帖古斯 补达施里说 我而燕帖古斯年幼 不应四位 还因令立维 是燕帖木儿 极力争辩说 雍立燕王 已经履行了文宗一命 现在游王已崩 自然非燕帖古斯 莫属 补达施里从容道 民宗长子 妥聚贴木儿 前居高礼 现在广西近江 金桂林 今年已经13岁 可以盈利燕帖木儿 大吃一惊 心想 当初谋害八部沙皇后 流放妥聚贴木儿 他是那样斩钉截铁 如今又要回过头来 立妥权贴木儿为帝 真是不可思议 于是连提醒戴威赫说 先帝文宗在时 曾经明确宣布 妥聚贴木儿非民宗亲子 所以先洗高礼 又洗广西近江 况且流放他 亦是您的主意 如今又要立他为帝 恐怕不妥吧 补达施里说 无论妥权贴木儿 是不是民宗亲生 民宗总还是他为子 我与先帝文宗 君生会平生所为 现在通过确立地位 做些许补救 或可对得住良心 唯一已决 先立了他 但他百年之后 再立我子不持 太后遂命重书 又成阔里吉斯 前往京江 迎妥聚贴木儿 妥聚贴木儿 将至今世时 太后补达施里 命太常礼仪使 整具护从仪仗队伍 出京迎接 烟铁木儿此时 并已痊愈 也打起精神 宇文武百官一起 致良香 经北京房山区迎接 路上 仰着马鞭 力数确定 盈利妥聚贴木儿的经过 中国心后全转 借机惊夸自己功勋 妥聚贴木儿 对烟铁木儿所言 一无所大 烟铁木儿想起 当年谋害民宗之事 深恐妥聚贴木儿 即位之后 追举前世 遂宜托再托 使妥全贴木儿 一直不得即位 后来 烟铁木儿病死 补达施理乃与大臣议定 由妥聚贴木儿于智顺四年 公元1333年六月 及皇帝位于上都 这就是元朝最后一位皇帝 顺帝 当时补达施理太后规定 妥聚贴木儿之后 传位于燕帖古斯 恶有恶报 顺帝即位之后 听信民宗旧臣阿鲁辉贴木之言 正是全部听由太师 又丞相伯言及烟铁木儿帝 左丞相撒敦等处理 补达施理以太后身份参与朝政 宠贵一时 至顺四年 1333年八月 补达施理因烟铁木儿 平生功勋卓著 遂将其女达纳施理纳入后宫 命顺帝策立为后 顺帝只好遵命行事 十二月 顺帝为皇太后补达施理 致徽政院 设官署366元 专门管理皇太后日常生活事宜 元统二年 1334年十月 奉预测 预报 上补达施理尊号为 暂天开圣 仁寿会议昭宣皇太后 至月元年 1335年 十二月 顺帝卫表示 对补达施理理育之龙 竟不顾部分朝臣的激烈反对 违背常理 下召尊神母补达施理为太皇太后 并在诏书中 盛赞补达施理 成九庙之托 其两朝之夜的功绩 补达施理文照 喜出望外 即日御兴圣殿 接受诸王百官朝贺 此时此刻 他完全被眼前显赫的威势 和隆重的场面陶醉了 然而 尽管顺帝表面上 对补达施理尊崇有加 可是实际上 他一刻也没有忘记 父王母后被害 以及自己流放边地 颠沛流离的往事 至元六年 1340年二月 顺帝在托托辅佐下 已基本将朝廷大权握于己手 开始对补达施理 进行无情的报复 同年六月 顺帝颁布诏书 撤销文宗庙主 西补达施理东安州 经河北安赐安治 流放太子 燕帖古斯于高黎 诏书中隶属文宗 补达施理谋害民宗 及巴布杀皇后的罪行 补达施理正在得意之际 对顺帝毫无戒备 突遭变故 一时束手无策 只能与太子 燕帖古斯相对痛哭 在奸压官的严厉督则下 补达施理母子 草草收拾行装 负其出宫 刚出京城 母子即被强行分开 不准同行 补达施理面对生离死别 大声责骂顺帝 不该如此对待他母子 监察御史催静 见状不忍 奏请顺帝 不要流放年幼无知的烟铁古斯 顺帝坚决不语 太后到了东安州 人帝两生 满目凄凉 联想昔日烦恶之事 经不住悲愤交加 不久 便忧愤成疾 郁郁而死 年仅三十余岁 临终时 寒泪说道 我悔不该不听 烟铁木儿的话 不然怎么会 落得这种下场 太子烟铁古斯 在流放途中 也被奸压 关越阔查而杀害 我悔不得了 我悔不得了